这种防二镇怎么打 大本围在最中间 旁边还有隐身塔 四周是五个独立的格子 让人感觉头皮发麻 没有思路 但其实镇形越怪 三星越简单 首先我们得找一个地方下投石车 比如说这个镇的镇六点 这边是加龙炮 没有迫击炮和连弩 投石车是可以完全发挥的 但是我们可以先下一个野蛮人 探陷阱 没探出陷阱没关系 继续给小单位探 它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陷阱的 因为投石车输出太修复了 当然这个陷阱呢 又是库仑和电塔 库仑拉出来 用一个法师就能全部处理 那这边就暂时不用管了 我们看到另一个地方啊 我们下千旅就给在这个格子 对 女王撕开一个格子 好吧 这边落地狂暴 因为有连弩 还有剑塔啥的 还有女王 我们在侧边给上蛮王区六边 还有龙堡 那么接下来要让女王爆本 可能有人说这个大本怎么爆呀 被城墙围住了那么多圈 不不不 我们炸弹人是可以开到城墙的 可以开到城墙 只要女王能隔墙 是吧 打掉这个隐身塔 先出发隐身塔 然后我们继续给气球探雷 气球探雷 能探一个是一个 这样探出来 我们天使的存活率就会高很多 女王的存活率就会高很多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用炸弹人开墙 对 这个墙是可以开到的 但是为了防止女王走位 我给了一个隐身 去控制女王的走位啊 让他先去爆掉大本 对不对 我先文个两心再说 我先把大本爆了再说 是吧 而且这个大本爆呢 待会可能会消耗我的天使 是非常的 致命的 呃 女王这边有单头 但是库龙是能暂时扛住啊 冰冻也不需要给 那么接下来 我要考虑去收尾了 因为再拖下去 时间是不够的 这边用气球 剩余的气球 补掉剑塔 然后 呃 超级野猪 下哪里呢 超级野猪 从这个加龙炮过去啊 我的超级野猪主要是收掉 爸爸塔和连弩 对吧 这边原兵呢 有还好啊 三病人 有两个病人去找女王 只有一个病人在 我阻力这边 对 这个地方其实你就不需要给药水 因为他有爸爸塔 有连弩 这些都是对于野猪都是 威胁 很小的防御 啊 野猪真正怕的是什么 狂暴 投石 狂暴 大本 狂暴 两炮 还有投石炮 对不对 这里投石炮还在打女王 我野猪都完全没有压力 他这里换成多头 当然也是能散的 因为有润土在 润土是不怕多头的 最后嘲讽两个冰冻药水 这个阵型就非常轻松的拿下了 打这种奇形怪状的阵型学们 就是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很多人说 我经常被这种防二阵给坑到 那其实你只是思路没有打开 思路打开之后 三星会变得非常简单